今天参加了一个出海的一日游 包括都沙卡兰海洋公园 还有珍珠岛 军舰岛 曼达布安岛 首先到达了珍珠岛 从仙门纳的小镇开到这里 大概有40分钟 在仙门纳参加跳岛一日游 大概有三个线路 这个是其中之一 跟着我游览一下 今天这个一日游线路 看看美不美 这个是珍珠岛的码头 出发的时候还有点阴天 到了珍珠岛好像天变晴了 这里不能飞无人机 这个一日游的线路 费用大概是200多 如果在珍珠岛登山 遥望海洋公园 会有50元的门票 就是要从这里一直登到山顶 如果不能登山的 就不用交这个钱 在山底下慢慢玩 爬山会有一些当地的工作人员 做一些讲解和引导 整个线路单程700米 会讲一下线路 现在开始登山 慢慢地爬 单程大约需要40分钟 先满大第一天 第一个项目先爬山 爬山又玩不了了 这个登山线路 有一小段是有木栈道的 但大部分都是这样原始的地 地面有点湿滑 所以爬起来 要小心一点 有一些路线 有一点难度 需要抓着旁边的绳子往上爬 山上都是一些原始的小树林 还是有点闷热的 中间会遇到一些工作人员 做一些道路的指引 这个珍珠岛所在的地方 也是马来西亚仙本纳的 敦沙卡兰海洋公园 据说是250万年前 在仙本纳海洋中的超级大火山爆发后 形成了一个直径6公里多的火山湖 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适 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 有点累的 已经爬了600米 还有最后的100米了 前面终于看到了山顶 山顶好像正在新建一个大的观景台 山顶上已经有不少人在观赏风景休息了 这里就是山顶的观景平台了 看一看能看到什么样的美丽景色 这是珍珠岛 不错呀 来看一看 这片海域有八个岛屿 浅色绿色的都是珊瑚礁浅礁 我现在就是用运动相机拍摄的 广角比较大 山顶上拍照留念 这个角度还是有一点阴天 不是特别通透 和山顶的游客互相拍照打卡 绿色的部分还是比较漂亮 码头也在山下 从这个角度望下去特别的漂亮 两个颜色 蓝色绿色都很美 结束 在山顶逗留了十分钟 开始下山 这是第一个珍珠岛 登岛成功 下山 确实有点累啊 但是跟我在爬那个苏美岛 那个安通国家公园 登顶关景相比 这个地方要容易一些 有一些路啊 有一点湿滑 哎呀 终于回来了 这个珍珠岛就是今天一日游的 第一个景点 主要是登山 看全景 如果真的爬不了山的 就在这个地方慢慢的游玩 不爬山 也可以省下五十码币 七八十块钱 这个码头边的海水 还是非常绿的 刚才从山顶也可以看到 码头的这个站桥也非常漂亮 看一看 这个码头 好累 珍珠岛 海水非常的清澈 现在离开珍珠岛前往下一个地方 我这个一日游的船还是比较舒适的 船速是非常的快 如果遇到一些风浪 后面的人会被浇一些水 但是坐在前面的人又比较颠簸 所以最好选择中后 现在到达了第二个地方 我们要在这个岛上吃午餐 岛上有很多的大树 大树底下非常的凉爽 就在这里吃午餐了 这是到仙门那第一天参加的鱼日游 这个鱼日游主要是国家公园 这是到仙门那第一天参加的鱼日游 刚才是爬了一个山 珍珠岛 可以从空中看 还挺累的 然后开船到这个岛上 吃个午餐 吃完饭可能在这浮浅 据说这边有很多的魔鬼鱼 来这条线路观光的游客也不少 吃完饭 在这个岛上的沙滩上转一转 这个岛上也是不能飞无人机的 今天这个鱼日游 几乎都不能飞无人机 这边海水也都是绿色的玻璃海 其实如果从空中看应该很漂亮 这写着曼达不安岛 他不安 曼塔玻璃岛吗 亲人 所以这个岛也不容易去飞 这边海水也都是绿色的玻璃海 在这个岛上休息了半个小时 要前往下一个地方 也是今天这个线路 比较精彩的浮浅 还有漂亮的军舰岛 以前看过仙本纳军舰岛的照片 非常的漂亮 而且在军舰岛浮浅 可以看到非常多漂亮的小鱼 这也是我这次东南亚之旅 第一次下水浮浅 而且还有我运动相机 下载下来的 唯一的一段水下视频 请下集继续收看 下集 від 厝米